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5日 基辛格终于死了 这在中国可是一件大事 就像死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 习近平给拜登为此发起宴调 对基辛格的事实表示深切的哀悼 顺便也给中美关系的发展致命了方向 拜登接到这封宴调 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 基辛格死了跟啥关系 他又不是基辛格的家属 基辛格退休了都已经几十年了 他死了怎么要给我发宴调 习近平给基辛格上的封号 在宴调里头说的是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和老朋友 中国驻美大使更进一步的说 说基辛格是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老朋友 他这么说的话也不怕其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听了以后会辞出 中国官方已经对基辛格这么定性了 是好朋友老朋友最有价值的老朋友 所以中国的官媒还有其他的媒体 当然就只能说基辛格的好话 是不敢去说他的坏话 不敢去挖他的黑历史的 中国民间对基辛格也是跟着 是一片的颂扬的 比如说 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还伪造了一封基辛格给中国人民的信 这封信呢 伪造的非常的拙劣的 因为他的那种眼光思维方式 用于那都是中国式的 但是呢 很多人呢 还是信以为真的 传得很广 因为这封信都在讲中国的好话 所以呢 要骗中国人呢 也是很容易的 只要说好话就可以了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就是入乡随俗 照顾到中国人民 对基辛格的感情 搞起了调研基辛格签名活动 这个呢 在全世界是只有这么一家 这么搞的 别的大使馆 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没有一个这么搞的 甚至在美国国内 也没有哪一个政府的机构 去搞调研基辛格的活动的 在美国对基辛格之史 是很低调的处理的 在基辛格死的那一天 拜登总统 没有对此发表评论的 他那天刚好接见安格拉总统 有记者就问到了 对基辛格怎么评价 拜登呢 就没有回答 说等到第二天 拜登呢 才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非常的短 比习近平的宴殿还要短 在声明里面 一开始 显示客气的说 赞扬基辛格 所有敏锐的智力 和深刻的战略眼光 喜欢对重大的问题 发表意见 其实这句话 你仔细一听的话 也并不是什么 很好的表扬的话 这相当于说 一个人喜欢自作聪明 对各种问题 都喜欢发表意见 不管别人听不听 接不接受 所以拜登在这声明里头 还说了 我经常不同意 他的看法 甚至呢 是有时候 强烈的不同意 他的看法 这不就跟他撇清了关系吗 所以你在一个 悼念的声明里头 就这么说 这就不是好话了 相当于就把这个人 给否定掉了 白宫的发言人 更有意思了 他在回答记者 关于怎么评价 基辛格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说 不管你怎么看这个人 他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穿过军服 勇敢地为国家服务过的 也就是说 基辛格值得人们尊敬的 只是呢 他曾经是当过兵的 上过战场的 是一个老兵 然后这个白宫发言人 又说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 他的观点 他毕竟呢 对几十年的外交 和美国在世界的地位 是产生了影响的 这意思就是说 也许这个影响 不一定是好的影响 也可能是坏的影响 毕竟人家是产生了影响的 不管你同不同意 算是一个客观的描述 不算什么好话了 那真正也说了 基辛格的好话 说得很客气的 是布林肯国务卿说的 基辛格死的那天 布林肯刚好在以色列访问 所以他就对以色列总理 那坦尼亚胡说了 说基辛格为后来的国务卿 立了一个标准 这个就算是说得很客气了 这可能是因为 基辛格毕竟是他的前辈 而且他人在国外 总不能去说老前辈的坏话 所以就说得很客气 有的民主党的议员 就很不客气了 比如说 有一个民主党的众议员 针对基辛格之史 发了一条推文 你们就说了 说我还记得 由于基辛格释放出来的暴力 在越南 柬埔寨 智利 阿根廷 东地文 孟加拉 这些地方 害死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的 我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 去尊敬这个人呢 我是不会忘记和原谅的 就非常的不客气 美国的媒体 那更不客气了 有的媒体 是这么报道基辛格之史的 说 战犯 基辛格 终于死了 还有的媒体发表的评论 告别 战犯 基辛格 也就是说 在这些媒体人看来 基辛格 就是一个战争罪犯 基辛格代表的 是美国外交最黑暗 最坏的一面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不顾人权 可以杀死很多很多人 可以违法 违反美国国内的法 也违反国际法 基辛格对此是直言不讳的 他还在当国务卿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 说有时候国家利益 是比法律更重要 也就是说 为了国家利益 是可以犯法的 在今年早些时候 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期的节目 介绍过基辛格的黑历史 他呢 曾经策划了 在越南战争期间 对中立国柬埔寨 实行地毯式的轰炸 炸死了几十万的平民 他呢 也曾经支持巴基斯坦的独裁者 对东巴基斯坦 也就是后来独立出来的孟加拉 实行种族灭绝 也支持过印尼的独裁者 对东帝文实行种族灭绝 还策划过 那在阿根廷 在智利 也搞这种军事政变 这些举动呢 都害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有人统计过 基辛格呢 至少害死了一百多万人 还有人认为说 这个还说清啊 基辛格是害死了好几百万人的 这双手呢 是沾满了鲜血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基辛格在美国的左派 自由派当中呢 这Cock Bay是非常的差的 为什么 他会被当成是一个战犯的原因 那么现在美国是自由派掌权 是民主党掌权 但是呢拜登 由于力庭以色列 这在民主党内部呢 就有很大的争议 民主党的那些进步派 还有呢 年轻人 对拜登力庭以色列 是很不满的 认为呢 这个是成为了以色列 犯战争罪行 实行种族灭绝的同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当然呢 要跟被认为是战犯的基辛格 要撇清关系了 我不敢跟他扯上了 中国为什么给基辛格那么高的评价呢 那就是因为基辛格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所以中国政府对他呢 是很感激的 那在基辛格退休下台之后呢 他呢也一直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一直在说中国的好话 虽然他这么做 是抱着私心的 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的 因为他有一个咨询公司 是为了赚钱的 而且呢 他虽然在美国 老实说中国的好话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中国政府也是很感激的 毕竟呢 有一个曾经地位很高的人 成为了中国的老朋友 好朋友 在说中国的好话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不管有没有效果 也是很感谢他的 所以基辛格呢 也因此频繁的到中国访问 号称呢 又访问过中国一百多次 就是因为他到中国来了 每次都能够受到热情的款待 有当人上人的感觉 这个感觉在美国 他是绝对找不到的 包括今年 他就访问中国 习近平还亲自主持了 他的百岁生日的寿命 那搞得肯定呢 比他在美国庆祝一百岁的生日呢 更要隆重的多了 所以现在美国对基辛格的这个盗链 搞得冷冷清清的 没什么人在乎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还真不如呢 就把基辛格当成党和国家领导人 按这个规格以来 搞一个轰轰烈烈的盗量活动 给他立一块碑什么的 反正要不要搞盗量活动 要不要立碑 就是习主习一句话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